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这个时讯营呢 它是一个真实的项目改编而成的一个专位 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的同学 进行一个类似于真实工作的一个训练吧 然后完整这个训练之后 你会得到我这个公司的一个相当于可以给你做一个reference 或者是给你做一个背光check 那么我先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环节就是主要是对于这个时讯营的一个解释 OK 那么首先这个项目是基于一个clinic management 就是一个相当于你们可以去过看GP 那么相当于类似一个GP的一个内部的系统 基于这个系统呢 我进行了一些修改 更加适合于各位同学来 更加适合于各位同学来做一个叫做做一个练习 或者是我们叫做时训 就是训练 OK 那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这个时训的内容 它是模拟现实工作的一个真实项目 但是呢 又不完全是一模一样 这里不完全是相当于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时讯营是根据同学们这个阶段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个定制的 它跟真实的项目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将会提到 先说这个时讯营 你们将会获得的是一个真实的商业经验 和我那个公司的一个referral 或者是给你提供backline check 就相当于你在我这里打工 有一个工作经验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训营跟真实的项目 它的区别在哪呢 我先说真实的项目啊 通常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常规的或者是大企业的一个项目呢 它的产品会比较复杂 那么基于一个复杂的产品的话呢 它的功能会很多 然后你因为要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你会不断的重复 在这种工作的这种企业环境下 其实你的工作会相对轻松 但不断的重复 就相当于我们经常有一个段子说 我工作了十年 但实际上是重复了四百一年重复了十次 当然这个会稍微夸张一点 但是一年重复两三年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呢 就是因为在一个真实的项目或者真实的 真实的一个产品当中有很多细节 你需要去抠 不单作为开发人员你需要去抠 而这个抠往往还体现在产品的打磨上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细节会经过反复的确认 进度会很慢 结果呢 就是项目周期会很长 然后每人只专注于一个角色 比如说开发人员就天天做开发的工作 BA天天做BA工作 然后呢 这些工作呢 往往都会 会相对会重复类似的产品功能 然后在一段时期内你只会接触到一个一种技术 因为在你开发一个产品的过程当中 往往不会进行过多的技术切换 你完成了一个项目 下一个项目你有可能会进行技术切换 所以呢 在真实项目当中呢 有这些的特性 如果在一个真实项目当中 在一个对于一个初学的人员有足够的时间 其实是蛮好的 但是作为一个刚学完理论知识 你又想快速快速的累积实战经验的话 在这种真实项目当中会稍微觉得时间拉得有点长 所以呢 在基于这个基础上面 我进行 我把这个真实项目的项目和产品进行一个定制化 那么就得到了我们下来这个时讯营的一个定制化的产品 那么这个定制化的产品它相对于真实项目的每一个特点 它都会发生有一点点的改变 比如说真实的产品很复杂 那么我会把这个复杂产品抽取一些部分 让它变得简单 更加适合初学的或者是刚学完理论知识的学员 然后把真实项目里面不断重复而类似的那些功能 把它精炼 变成了三个功能合并成一个功能 但是你同样的时间内相当于就是你会做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各自不一样的功能 这种情况下你的思考强度会比实际工作要大 所以我们常常说在实际工作当中会容易摸鱼 在实际营当中有可能你也不想摸鱼 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你没什么太多的空间去摸鱼 第三点就是对于细节在真实的产品会反复确认 进度很慢 然后在实际营里面对细节我们进行大胆的假设 你就按照一定的假设来完成这个功能 快速的确认 避免了这种模式间的情况 那么其实这个点它不单是实际营会这样子 在真实的创业公司实际上也会这样子 就相当于有些细节我们在创业公司里面 我不管太多的细节 先把它推上线再拿用功反馈 所以这一点在实际营跟真正的创业公司是一致的 在这个PPT里面这里我括号写了创业公司 就是说这一点实际上在真正的创业公司也是这样做的 在这种基础上所以项目周期就会短 所以可以达到在八周之内你可以得到最大的提升 然后在这个八周之内你可能需要扮演多个角色 比如说你是一个开发者 然后你可能要兼任测试 你可能要review你的同伴的代码 在一个纯的真实的企业级里面 有可能你不会这样做 但是在创业公司里面 基本上这是很常见的 BA你可能是一个BA 但是同时你需要做一部分product owner 或者是product manager 他的角色的活 然后你如果是一个开发人员的话 你会触及多种技术 这是我特制定制的一个环节吧 就相当于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从写蛋白用一个mySQL的database 然后中途会让你改成用mogodb 那么相当于你就得到了两种技术 它的应用场景 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项目 跟我们的实信营的一个区别 实信营的更加是针对初学的学员 进行的一个改装 那么到现在这个位置 大家有问题吗 三二一 没有就过了 OK 那么在这个实信营里面 我们的工作模式会大概是这个样子 首先课程预设了 八周的工作内容 我也明白作为一个学员 你可能不一定像真正上班那样子 每天花个八小时在这上面 那么在这个八周里面 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的资源 跟你实际的时间 你可以明活安排 在实际的工作 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中途可以请假 你可能中途干着干着被调到另外一个项目了 所以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环境里面 人员实际上也是不稳定的 不固定的 所以在你能参与的过程当中 你就尽量把时间投入 但是呢 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 非常不可变的一个计划 那么在你进行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 你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一些你可能会卡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两种做法 第一就是在学员之间 我们互相帮助 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做的 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上面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我作为一个 Junior的Developer 我进去之后 其实我会到处问人 问同事 每一个 尽管对方是Junior的 我也问 互相帮助 这样子 大家都会得到提升 然后如果你们互相之间 讨论完了之后 还没有解决 那么这时候就会找Signior的同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扮演这一个的角色 另外的话 那么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需要我来解决的 那么所以我预设了 每人每周一小时辅导时间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Zoom Meeting Call 但是这个每人每周一小时 是一个总数 往往这个形式会以 小组讨论的形式出现 就相当于比如说 可能所有人都会坐在一块 我们一起讨论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这是一定有的 应该说每周会有一次 但是这不会占用到 每人每一小时 比如说一个整个这个 时讯营 比如说有六个人 那么我开这种 这种项目计划会不会开六个小时 那么我可能会占用一个小时 剩下的五个小时 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 根据学员的反馈 进行灵活的调整 比如说技术上面遇到了一些障碍 那么我们可以专门花个两个小时 专门攻克这个障碍 这个障碍可能是前端后端 帮助维护 而再次才到导师的辅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导师实际上我是扮演了好几种角色 在后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介绍 下来的话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希望你们可以做好你的工作记录 因为做完了之后 可能会你会去找工作 或者你在之后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找工作 那么找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得到面试的机会 人家一定会问你 你现在的工作 你做些什么内容 那么如果你写好了工作记录 那么你回答起来会很顺 你会比较流畅 人家也觉得你是真的是在做一个真实的项目 真实的工作 而不是说你是在做一个时讯营 然后最后一点是在你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先写在我们有一个共享的空间上面 你把问题写在上面 然后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 你给我发个消息 老师你去看看这个问题 那么即使我们没有到一个辅导的时间 我也会尽量在48小时之内回复你的问题 实际上的工作也是这样子 在一个开发的过程当中 假如说有一些对于产品的一些特性 product owner或者product manager 他不一定写得很清楚 那么在开发人员或者是BA 看完了这个之后 可能看的时候我还觉得OK 然后看完了回家仔细想想 我还发现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会真的写在那个ticket下面 作为一个comment的形式存在 只是在作为时讯营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除了写在ticket下面 还写在一个公共的我们一个相当于一个交流板上面 这样会更加集中一些 到了一个辅导的环节里面 也可以进行对这些问题充取出来进行讨论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你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 或者是你的问题是不是有一定的普遍性 这些都是动态的 好了那么大概的一个high level工作模式是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 问题啊 OK我也继续倒数三秒 三二一 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尽管提啊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继续介绍 用哪些技术站 用到哪些技术站好的 这个技术站的话 我有没有tt在这里 OK可能没有写在这里 后面会有的 技术站的话会基于前端是react 后端你可以选note.js或者是java 所以如果你是刚完成一个比如说全站班的学习 这是很好的你可以用你学到的语言 或者是note.js或者是java都是可以的 然后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是的 谢谢老师 OK好的 好了那么下来的话我会进行更详细一点的介绍 我们先看一个现实当中工作的项目 在现实当中工作项目往往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人员的配备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管进度 产品经理是产品的最终决定者 定义他的产品跟这个 不是 sorry 是产品负责人是最终的决策者 还有交付时间也是他决定的 然后之间有一个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就是相当于是定义我做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长什么样子 上面这三个为什么分开来说的是 这三个是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实讯营里面 是假设是我来做的 然后呢 这些其实也是偏向于我们经常说是属于business那边 相当于是业务部门 然后下面从4一直下来到13 是从BA一直到运为人员 这是属于技术方面的人员配备 包括BA业务分析师 他会得到产品的 通过得到产品经理的这个介绍 知道产品是什么样子 然后分析写出需求文档 然后BA下面还有TAGBA 是更更加倾向于技术那边 他会基于产品也会写出相应的文档 但是这个文档会跟这个技术更贴近一些 这个项目我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项目有数据分析的部分吗 没有这个项目是没有数据分析的部分的 OK那么回到我的介绍 然后URUX设计师 他是负责界面的架构师 他是做整个产品的架构方案设计 和方案的最终决策者 然后开发者会有前端后端 也可能前后端兼顾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full step 或者说全战 开发者八九十 然后十亿是测试工程师 是做测试的 以前我们比较流行的是人手测试 现在更流行的是自动测试 下来DevOps工程师会 DevOps工程师是作为一个基础架构的建设者 因为现在有大部分的这个项目都是跑在云上面 那么这些云上面的资源 比如说一个服务器 数据库 这些东西都需要人来建立 往往在一个真实项目当中 会有专门的一拨人负责做这个 这就是DevOps工程师 将人也有一个在DevOps的课程 专门去教这个 最后一个技术支持跟运维员人员 这是产品上线之后才需要设计到的 好了 High Level的一个介绍 有这一堆人员配备 那么回到了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不是真实 应该说是非真实的一个训练营里面 我们会进行一个定制 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不同的颜色 蓝色相当于是导师会充当这个角色 就是相当于是我了 红色是我们计划当中学员会参与的角色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项目当中 我们会有BA BA包括可以是Business BA或者是Tech BA 然后学员会担当这个角色 往往现在的这个企业环境当中 其实这两者会合并到一块 也有分开的 但是那种是相对很大的公司 或者很大的一个项目 然后UX UI设计师 我们这里可以先忽略 你就用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UX UI 或者这些在这个framework上面都会有提供 我们就不做特别的设计了 那么我会充当架构式的角色 相当于我会把这个application design设计好 然后给前端后端或者是全站的同学进行一个开发 下来测试工程师可以忽略 我们就比如说我来测试 或者是你们互相测试 不用做的太仔细 那因为我们会相对更有focus on开发这部分 但是假如说有学员 其实我对这个测试很感兴趣 我想充当这一个角色 也是OK的 那么你也可以跟我说 我想投入更多的时间在test automation上面 我想写这个Cinellium 或者我想想play right OK的没有问题 或者你想兼做 我既写程序又写测试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我这里标示的是忽略或者学员 那就相当于如果有学员想参与到这个角色里面 OK的没有问题 同样的DevOps工程师 本来在这个最初的设计里面是不包含的 但是如果你刚学完了这个DevOps的课程 你想去进行练手 你想参与进来 也是OK的 那么之后运维就直接忽略了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 不是一个product delivery的一个过程 好了那么在介绍完了这个人员配备之后 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里是基本上就介绍了一个我们工作或者是运作的一个模式 看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请问这个项目有demo吗 项目的demo 项目的demo还没做出来 项目还没做出来是不会有demo的 但是呢我可以秀一个类似的产品 我先把这个缩小 我会做我们会做的是这样一个产品 那么这是一个online的SaaS的一个GP管理系统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剧透一下 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基本 然后把它一部分的功能做出来 但你不可能会把这个整个做出来 八周是做不出来的 当然全部有学员做更加是不现实 但是我会基于这一个项目 我会把它基于这个产品 我会把这个产品作为一个蓝图 抽取当中的若干部分进行简化 或者不简化 然后把然后让学员们进行BA 进行开发前后端的开发 如果有学员愿意做测试 也是可以测试 这样可以解释你的疑惑吗 那就是在最后一个人他到底要做哪些任务 就是他的分工是否能明确 学员的分工可以很明确 也可以坚韧 应该这样说 在一个明确的分工之下 你可以进行扩展 那就说你先把你自己定义成一个BA 或者你定义成一个前端或者后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是一定会扩展 比如说BA你会参与 或者是模拟你自己是一个产品经理 回到这个presentation里面 这就是我刚才做的说的 BA实际上你会充当一部分的产品经理的角色 然后前端你基本上应该是纯前端 但是如果你愿意设计后端 OK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每一个学员你的角色 一开始是清晰的 然后进行当中你可以进行扩展 在真实的公司里面也是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公司里面 我招当的是一个后端 但实际上可能我有10%的工作 需要做前端的工作 还有10%我需要做QA的工作 这都是真实的公司 尤其是创业公司是这模式的 然后这个解释能清晰吗 那我想问他这个项目 它是不是已经有一些雏形了 还是说从零开始做 这个项目会从零开始做 我会准备一个fundamental 我会准备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地基 所以呢学员会从这个不包含产品的地基上面开始做 我会先准备一系列的ticket 跟需求文档 其实需求文档也来自于刚才你看到的那一个产品 那么你可以看到最终形态 你可以有一个地基 然后你会在这个地基的上面的基础上面 往最终形态去建设 经过了八周 你应该会得到一个中间的状态 就相当于你不会得到完全的一个产品 但是是一个半成品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项目 它的正常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被某一个公司录取了 进行了加入他们的项目 你做完了八周之后 你的项目或者你产品不一定会真的会做好 能上线 然后你被调走了 或者是你已经找到更好的跳槽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很正常 而且是真实的在发生的一个情况 所以总的来说 就是说到最后你会 在建设到一个半途的状态 那八周完以后还有没有可能继续 做完了以后 理论上应该不会继续 或者是你应该不会继续 因为作为一个实训营的话 实际上八周你已经理论上能达到 你的一个训练的目的 你也没有必要去再进行 无作用的这种重复的这种工作 但你可以参与下一个集训营 比如说 下次你可能会作为一个DevOps 但这是你的选择 所以这个八周呢 实际上是一个经过设计的一个时间 是比较适合一个 刚学完理论知识 进行有真实的项目操作的一个训练的时间的 这样解释能清楚吗 好的谢谢 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一堆人员配备之后 那么他们的关系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 那么蓝色 我的设想是学员 红色我相信就是我 但是蓝色的学员 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 要充当一部分红色的这些角色 或者是完成一部分红色这种角色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作为一个BA 你要进行一个 类似于产品经理的产品设计 你就不是完全的纯粹的一个上传下达的 Document Writer 所以你却会进行一个产品的设计 基于你的理解 你的假设 这是正常的 前后端的开发者 你会做测试 你会做 你会做一部分的设计 比如说前后端中间 你们的这个API 怎么做 设计是怎么样子 你们会进行这样的设计 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先做一个这样的模板 或者是我会做第一个第二个API 但是从第三第四个 前端后端跟BA会做在一块 你们会需要进行开会 商讨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为了展示这样一个页面 我需要什么数据 前端需要什么数据 后端提供什么样的API 后端的后端 数据库上面需要什么制作 所以这些东西 实际上你是设计了一部分 architect 这种architect 我们叫做application architect 的一部分的工作 那么这时候BA 就相当于参与了 项目经理的角色 BA相当于你要 组织前端后端进行一个 carefication carefication 中文叫啥 进行这个澄清 这个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 12345 前后端 你们有没有问题 你们理解是否正确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网状的人员合作的一个关系 这个还比较好懂 对吧 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随时问 OK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继续 接下来我会很粗略的 介绍一下具体一点的工作 对于BA前端后端 我先说BA 其实对BA来说 大部分最heavy的工作 最重复的工作是 我们叫做serticket 什么serticket呢 就是说你会理解了 产品的功能之后 写出让我们程序员 开发的那一张 那一个文档 告诉开发人员 你应该怎样做 那么这个我们会跟随 跟随一个典型的 actual的一个story的 而是 比如说 你首先有一个title 我们叫做create patient 创建一个 病人的 档案 那么 那么你会有一个 description 通常我们会采用 这个所谓BDD的一个 一个 DDD的一个 标准 就是as 作为一个 什么having provider I want to 然后写你的功能 so that 我会得到一个 怎样的效果 那么整体的描述是 as a health care provider I want to be able to add new patient records so that I can keep track of new patients entering our system 然后 这是一个基础的 辞述 然后你会写 acceptance criteria 比如说 比如说 given I am a authenticated authenticated user when I submit the request with all required patient fields then the system should create a new patient record and show a successful message 这是我们叫做 这就是一个测试的 一个 一个标准 大家可能看到 后面 这是不够的 这个ticket 太粗 所以实际上 你真正要写一个ticket的时候 你需要告诉你每一个字段 你这个页面有多少个字段 比如说你要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patient 你会涉及到他的名字 性别 年龄 一大堆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再具体一点的ticket 他会这样子 As a healthcare provider I need an input from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然后你会把这个table写出来 包括名字 年龄 性别 然后名字 它是一个text 年龄是个number 他们的variation 比如说名字是一定需要的 年龄也是需要的 然后性别 是一个下拉 这个性别你可以不填 这总是随便写它 这是真的 真的一个加入一个patient的话 性别肯定是需要的 只不过我这里举个例子 那么是optional 然后这个dropdown里面有三个option 第一个他也没有 就是两行相当于我不提供 第二个是男性 第三个是女性 那么详细到每一个字段 这是作为一个BA需要点出的一个文档 那么assettus criteria也是的 刚才说的 你看刚才那个ticket 只是说了其中某一个 而且是很粗的 然后细化下来 可能你有12345 比如说 第一开始 从打开页面是怎么样 然后我进行一个 full name的validation 我这个名字一定要字母 不少于两个字母 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规则 对吧 年龄你必须是正数 或者是零 零是OK的 但你不能复数 这些要求都是一个一个的写的 很详细 这是一个BA 真实的BA 需要做好的一个文档 这是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第一个模块 创建一个病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真的写出 这样子的一个ticket 然后第二个角色 就是一个开发者 无论你是前端后端 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读刚才BA写的那一个ticket 然后你会提出问题 BA可能写少了这个 或者这个写的不清楚 那个不清楚 你会进行个反馈 下来你需要读一个设计文档 一开始像我刚才说的 我会先提供设计文档 然后下来你们会做一块进行设计 当你开发的时候 你可以大胆的去假设 有一些功能 可能BA或者是产品经理 他不一定想得很详细 你可以基于你的common sense 你的常识 进行假设 进行开发 而不需要真的去完全 care化所有的detail 你才去开发 这也是这个时讯营里面 我们需要做到的一点就是 我们用的是一个non-blocking的一个模式 就是假如有一个功能 他说的不清不楚 你又没有能够完全的澄清 那么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先进行开发 因为你的目的是练手 你的目的不是真的要做一个很完美的产品出来 你要练手那么你先开始你的开发工作 然后你记下来这里有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uncertainty 那么我们在catch up的时候进行讨论 然后你就开始写代码了 写完代码了 unitest这是包含在你代码里面的 check into the report 就是你要提交到这个共享的一个repository上面 在你本机上测试 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 在这个时讯营里面 你不需要过多的考虑deployment 在实际工作当中 deployment是需要的 往往deployment会有 一帮人帮你都做好了 然后你直接按一个按钮就完了 所以在实际工作当中 你实际上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deployment 所以在时讯营里面 你也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担心这个deployment的事情 你就假设是不是都好了 那就OK了 因为你的focus放在写代码上面 练手 这个刚才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是你们合作的模式 相当于前端后端 在一定的阶段 应该说是从第二到第三周开始 你们会合作一起进行一个沟通 跟这个设计 那么在这个实际营的整个产品 再细化一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 clinic management system 这个system有若干的模块 从common sense 大家也可以大概想象一下 首先你得添加病人 病人可以预约 你可以为病人写出他的症状 他的病例保存 同一个病人你可以调出他的这个档案 对吧 在这个基础上面 你还可以管理你的医生系统 加一个医生 减一个医生 你更新你自己作为医生的一个资料 所以这样一个management system里面 其实它是大概有十个八个大的模块 细化下来每一个模块又有三四个模块 很多 然后我作为这个导师呢 我既是put owner 那么我会决定这些feature 哪个先做哪个后做 基于这个feature 这个顺序 BA就开始写每一个模块的需求和ticket optionalfigma这里写的是 你可以用figma来画出具体的页面 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 你愿意去做 完全没有问题 technicalBA下来要写这个API contract API contract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可以是technicalBA写 也可以是程序员写 也可以是架构师写 所以我会让每个人都写 好了 在BA完成这些东西之前 实际上我会准备好第一周的ticket设计 所以在developer的角度上 你第一周 你不需要等待BA 给你提供的所有东西 你就可以进行开发 那么从第二周开始 developer就会做BA上周写的ticket 因为BA写的ticket肯定会比程序员写程序要快 那么所以在BA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 可能就有一些ticket 你是作为开发者可以已经用了 那么整个项目我会采用一个scrum版的项目模式 scrum版是一个近年来挺流行的一个东西 这样就是scrum跟看板的一个结合 scrum就是我们定义出每一个周期 很清晰明确 这个周期得到什么 什么什么结果 这个周期里面我们要做哪些东西固定的 一层不变 如果变了 就会需要启动这个change management 看板就是像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集团 反正我不管你 这一周或者两周 不管 反正我目前就这么大堆的事情要做 反正我就看一个 做一个 完成一个 我就标记一个 我就不看一周或者两周 反正我就滚动的去做 那么scrum版就是把这两者 中间取一个平衡 我会定义一定的周期 一周或者两周 作为一个spring 但是这个spring会严格 不会严格的 完全按照scrum的模式 什么一开始要spring planning 中间要什么spring review 后面要retro 相对动态 所以这个scrum版的模式 是比较在创业公司里面 会用的比较吃得开的 在时讯营里面 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一个模式 我们会使用 Alasia的全家桶 用Jira Conference Jabi Bucket 进行辅助开发 Developer提到了 你可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 典型的是前端是WeApp 后面是Java或者是Node.js 至于是JavaScript 或者是TypeScript 都可以 如果你学 你想做微软那一套 Dotnet C Sharp的话 那这个超出了 我的能力范围 这就 我可能不能给你 任何的这个技术上面的指导 但如果你说 没有也可以 那么也是OK的 感谢观看